轮回转世真的存在吗 三岁英国女孩 死而复生后 自称埃及祭祀转世 离奇的是 她居然凭着前世记忆 帮助考古学家 找到了埃及著名王后的墓葬位置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故事的主人公民叫多罗西路易斯伊迪 他于1904年出生于伦敦附近的郊区 当时英国正处于历史巅峰 头顶着日不落的嚣张外号 虽然她的父母都不是有钱人 但得益于外来财富的流入 英国的平民也能有很好的生活 而且多罗西还是家中独女 自然更受家人疼爱 不过在她三岁的时候 一场厄运却降临在了她身上 她在家中玩耍的时候 不知为何突然摔下楼梯 直接昏迷过去 多罗西的父母急忙将其送到医院 但医生直接告诉他们 孩子被摔到了脑袋 心跳已经停止 已经救不活了 多罗西的父母十分伤心 他们尝试着感受孩子的心跳 结果都一无所获 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 给孩子办理丧事的时候 多罗西突然自己走下床 自顾自的玩耍起来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的父母感觉有些诡异 但孩子能活下来 这比什么都让他们高兴 他们认为 这个医生一定是一个庸医 错盼了女儿的情况 差点害死了他们的女儿 然而那真是一个庸医吗 要知道多罗西的父母 也曾努力感受女儿心跳 都没有结果 这说明多罗西的确一度处于死亡状态 换言之这是一次死而复生 而且这还不是唯一奇怪的地方 当多罗西复活后 她身上的怪事也越来越多 比如小姑娘原本纯正的伦敦枪英语 突然变得蹩脚起来 似乎就是一个外国人在讲英语 多罗西的父母咨询了很多专家 得到的结果是孩子患病了 这种病的名字就叫做外国老口音病 好在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不是最怪的地方 最奇怪的是 多罗西此后开始频繁做一个梦 在梦中 她住在一个非常宏大的建筑里 建筑有标志性的巨大石柱 而在建筑旁边 有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 多罗西告诉母亲 伦敦这里不是她的家 梦中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家 为此三四岁的小多罗西 曾多次哭着闹着要回家 但起初她的父母只认为是小孩子 想象力太丰富 把梦境当成了现实 在父母的洗脑下 多罗西也渐渐认同了这一想法 但几年后的一次事件 让她再次失控 1913年的一天 多罗西跟着父母进城玩耍 第一站就是大英博物馆 博物馆中有英国掠夺的 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奇珍异宝 印度的神像 巴西的木乃伊 中国的瓷器等等 不过这些都没有引起多罗西的注意 因为她所有的目光都被埃及斩去的神灵和女神雕像所吸引 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雕像 记忆如潮水一般涌来 眼前的人正是自己信奉的神灵 于是她疯狂冲进展厅 想要去亲吻女神像 同时多罗西还看到一张有着巨石柱子的庙语复印照 这张照片和她梦中的家一模一样 原来自己梦中的家真的存在 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 多罗西的父母看着壮弱疯癫的女儿 只能强行把她带回家 只不过从此之后 多罗西疯狂迷恋上了埃及的一切 那么多罗西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她被认为是史上可信度最高的转世人 自称拥有前世记忆 曾是埃及法老的恋人 还曾帮助考古学家取得重大考古发现 纽约时报将其称为最让人信服的轮回事件 此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英国小姑娘多罗西从小就在梦中与埃及结下神秘缘分 长大后更是疯狂的迷恋埃及 包括埃及人 1929年为了更好地了解古埃及的历史 多罗西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并结识了古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巴奇爵士 从她的口中得知了更多的埃及历史 后来她留在大英博物馆学习 让老师十分惊奇的是 凡是关于埃及的语言文化历法 多罗西一点就透一学就会 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埃及人 对此多罗西却表示 我不是在学习 因为这些都是我记忆中早有的一部分 1931年多罗西在27岁的年纪 认识了来自埃及的留学生埃曼 或许是其本身的魅力 也可能是源自埃及身份的加成 两人很快就确认恋情 后来多罗西更是不顾家人反对 跟着丈夫到埃及定居 此时多罗西终于达成了愿望 他从一个英国土著 变成了真正的埃及人 多罗西刚落地埃及 就俯下身子亲吻了地面 并大声的呼喊 我终于回家了 几年后多罗西和丈夫有了孩子 他们为孩子取名为赛提 这个名字很有讲究 因为这是多罗西前世情人的名字 也是国埃及历史上的名人之一 这一点稍后再提 我们继续讲述多罗西的故事 在来到埃及后 多罗西又新添了一个毛病 那就是每天晚上会拿着纸笔写写画画 此时别人根本无法与他交流 他的思想好像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而且他写的东西也很奇怪 都是一些古老的象形符号 多罗西告诉人们 一到晚上他就会见到一个名叫奥拉的神 他画的这些东西 都是源于这位神灵的传授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天 当奥拉消失后 多罗西写下的象形符号 已经有70多页了 后来多罗西整理并翻译了这些象形符号 才知道这些都是他前世的记忆和经历 根据翻译内容 多罗西得知自己原来前世生活在公元前1290年的埃及 名叫本特勒斯 寓意是一把快乐的竖琴 在当时他的母亲是一个菜农 以卖菜为生 而他的母亲是一名士兵 每天负责巡房工作 在他三岁的时候 母亲去世 因为没有时间照料年幼的女儿 本特勒斯被父亲送到了神庙 于是神庙就成了他的家 长大后 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女祭司 此时本特勒斯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他离开神坛去外面传播神的旨意 要么他留在神殿 成为女神伊西斯的圣女 最终本特勒斯选择了第二条路 这意味着他此生必须保持处女之身 这样才能以纯洁之体侍奉神灵 不过为了爱情 他最终还是突破了界限 自称古埃及祭司转世 一道轮回转世真的存在吗 这位转世记忆携带者名叫多罗西 据他所说 他转世前的身份是埃及神庙中的圣女 从小多罗西就对埃及痴迷 这种痴迷是无法伪装的 所以不少人都相信了他的话 虽然多罗西前世是圣女 但他的下场却十分的凄惨 因为他犯下了情欲的戒律 作为圣女 他需要保持处女之身 终生侍奉神灵 然而在他15岁的年纪 他遇到了风流替躺英俊潇洒的法老赛提一世 两人可谓一见钟情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但因为圣女的身份 两人只能在私下接触 但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圣洁的圣女 怀上了法老赛提的孩子 这绝对是被严令禁止的 一经发现 即便是埃及法老 也必须接受神灵的惩罚 几个月后 圣女怀孕的事情就被发现了 大祭司认为圣女亵渎了神灵 此时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不过大祭司没有马上处死圣女 因为她要从圣女口中得到 肩膚的身份 而圣女为了保护法老赛提一世 选择了自杀而死 自杀而死的圣女 转世之后就成了英国伦敦的多罗西 而因为多罗西获得了前世纪役 最终又返回了埃及 只不过数千年过去 曾经埃及的一切都烟消云散 只有那些宏伟的建筑依然处理 由于多罗西过去专注研究古埃及文献 又经常说很多玄幻之事 她的丈夫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最终两人在1937年和平离婚 而在离婚之后 多罗西干脆搬到吉萨金字塔附近 成为考古专家塞尼姆哈桑的助手 对于多罗西讲述的前世之事 哈桑最初也并不相信 毕竟他见过太多古师木乃伊 哪有什么复活和轮回 然而看到这里 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